人活着,其实有许多事情无法言说,有时走得太远,往往忘记了回路,有时候看得太轻,往往惹了来不必要的烦恼和困惑,有时候想得太多,往往失去了自我。 生活,如一面镜子,心中有,便有,心中无,便静,心中空,便无,学会微笑,学会面对,学会放下,让一切随心,随意,随缘。 这一生,我们为生活累过,苦过,拼搏过,也挣扎过,还有很多东西是得不到的,所以,要放下。 这一生,我们为感情哭过,笑过,执着过,也心痛过,还有很多的人是拥有不了的,所以,还得放下,很多时候的很多人,不是我们不见心而留,留得住的。 不用你花心思满留,留不住的,不配你掏身情祈求,很多时候的很多事,不是我们不见利而为,属于你的。 不用你千方百计争取,不是你的,无需你名思苦想纠结,对生活而言,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,一切都是生命的注定。 对感情而言,无论是相爱还是分开,一切都是缘分的使然,对心情而言,无论是烦恼还是喜悦,一切都是该有的经历。 老天爷是最公平的主宰,不会窥待谁的付出,也不会偏爱谁的懒惰,时间是最清晰的证据,不会疏忽谁的争执,也不会饶恕谁的诡计。 这一生只要,认真做人,他是做事,成仙大人,炒料处事,内心无愧,就活得无怨无悔,保下吧,一切顺其自然。 老天自有安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